2006年8月10日,一场百年一遇的桑美超强台风,让浙江苍南县霞光三澳村的渔民吴乃夷,一夜之间失去了三个儿子,还背负了八十多万元的巨额债务。 六年来,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坚守着人死债不烂的信念,过着养鸡种菜拾荒的清苦日子,节衣缩食为此还债,被人称为成信老爹。 老人子宅复还的坚定之举,也感动了社会,在好心人的资助下,吴乃夷一家在今年春节前搬到了南平村,住进新家后,也更坚定了老人继续替子还债的想法。 原本老人膝下有四个儿子,2006年的桑美超强台风,让老人一家遭遇了灭顶之灾,出海打鱼的四兄弟只有老二死里逃生。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,吴乃夷强忍悲痛,决定偿还几个儿子够着渔船渔巨欠下的八十多万元债务。 老人用三个儿子的人身传之保险赔款,又卖掉损坏的渔船,先后偿还了债务55万元。 为此,三个儿媳也舍下三个孙子孙女离去。 他和老伴拖着老若的身体拾荒,卖小菜,竭尽所能又还了十多万元的债务。 老人告诉记者,欠下的每一笔债务,他心里都记得一清二楚。 尽管生活简陋,身体也一天天老去,但还清债务仍是他最大的牵挂。 相比几年前的艰难度日,吴乃夷老人一家子的生活总算是挺了过来。 现在二儿子吴秀全在近海捕鱼,儿媳妇田晓玲在家种菜养鸡,两个大一些的孙子孙女也开始打工赚钱了。 他们告诉记者,只要做人其脑肯干,诚实守信,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 他们讲信用的。